两位 请签字 用得着这么正是吗 这是佩兰姐特意交代的 服务很到位 好了 两位 拨个手 拍个场 没这个必要吧 这也是佩兰姐特意交代的 说以后要挂在医院 看过 两位 笑一下 文静 文静 怎么了 陈大夫 帮我把厨房梁拿过来 来啦 来啦 想不到一个签名 就把田林从火坑里揪出来了 现在带我四处转转吧 行 那我带你正式地认识一下田林的员工 走着 跟我来 我回来 这是田佩兰医院的前台 你们之前见过 佩兰姐 沈总好 沈总好 医院的大事小事呢全都可以问她 她都知道 对 我是温时通 问我我啥都知道啊 多好 我去记下话 我忘了 温静 你帮我看一下前台啊 我跟郭安姨出去的 你先忙 这是温静 沈总好 我们医院呢 对这些寄养的宠物 都有带六福 这个业务呢 也是由田佩兰负责 你看 这一片就是卖的 各种宠物零食 救命啊 好 解救我 好 王叔 今天我给你踢一个 王叔 咱们有事好商量 您先放下推子 好商量 你说得到清巧啊 你去看看我这个狗 被他踢得怎么样了 叔 怎么商量 三个月就长回来了 下回我换个招型又不得了 你还要下一次 田余贤你闭嘴 王叔 要不这样 我这次的修剪呢 免费 然后在外加送你 耳道清洁 剪脚指甲 还有三次的美容七折卡 你看行吗 小婷 我是看在你面子上 才答应的 是是是 太不好意思了 温静 温静 来了 快 给王叔办一下 三次美容七折卡 好 王叔 走吧 王叔 我下回给你也剃成这样 让我把你锦旗摘了 别别别 这好不容易 你弄得 你这什么也不行 你给人剃成一马了 那是独角兽 你懂什么呀 你年纪轻轻 工作经验倒是挺丰富的吧 就职过这么多家医院的 对啊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 立志要从事宠物医疗的 之所以在那么多家医院任职 也是为了博彩重家之常嘛 陈院长 你觉得我到底行不行啊 我觉得可以 这样 你一会儿啊 去找一位叫温静的护士 就说 我让你去办入职手续的 谢谢你啊 陈院长 不客气 这位就是陈大夫 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工作特别认真负责 你们信吗 陈院长 那我去办入职了 好啊 这边呢 就是中央处置区和惯喜室 诶 等等 你是先来的吗 对啊 马上入职 你谁啊 这是沈总 医院投资人 文静 电推子快了 来了 快点修一下 来啦 快点修一下 你就是沈总啊 幸会 幸会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吗 当然可以 你之前在丁丁宠物医院啊 刘院长最近还好吗 他特别好 而且我们关系也特别好 他今天还给我发消息 想让我回去上班呢 是吗 行了 没事了 那 我去了 去吧 多热情 你们医院招人那么随便吗 那个叫月月的身上香水味那么重 怎么能在宠物医院工作呢 女孩嘛 爱美之心可以理解 而且她今天第一天来工作 应该是很重视 你怎么会来 把她开了吧 她简历是假的 丁丁医院根本没有刘院长 我还有一个事情搞不懂 作为一个医院 招人连最基本的被调都不做吗 那可能是陈亦凡忙忘了吧 我这第一天做院长 她呢 有点不服气 这才放权让她管了招聘的事 而且这人都是她招的 我要给开了也不太好 要不我们就留下来试用一下 如果再出问题再把它开掉好吗 你可答应我了啊 这田林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由我们两个共同协商 你把他们叫过来开个会吧 还有为什么每次说一个问题 你总有这么多的借口跟理由呢 我 我 我 真的是 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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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